男子来到远离城市的偏远小镇论址 哪料小镇里面隐藏着恐怖的怪物 命案9203的发生 在调查中发现这种怪物杀伤力非常的强 甚至能伪装躲在居民当中 而小镇的每个人都有嫌疑 到底谁是伪装在平民中的怪物呢 而无辜的人又该相信谁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面,我是琼哥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部惊悚电,狼人游戏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 居住在城市的男主小黑 某天突然收到了一份护理员的新工作 于是他从城市驱车抵达工作地点 相比想象中人烟稀少的森林 男主这份工作之后的环境还算不错 而他被安排住在小镇的酒店中 老板娘惊发大喜十分热情地招待了男主 而同样住宿在此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她的工作是游地员 两人很快就疏络了起来 同时领导还给自己寄来了信 让他去警告一下猎人大叔 务必提醒他尊少好小镇的几率 不可随意诱补 游地员表示自己正好有个包裹要给猎人大叔 所以热情的他就带着男主顺便参观一下小镇 熟悉一下这边的情况 男主发现小镇的居民都十分的热情又好 尤其是崔西江 其中女主人崔西还送了男主一个亲手做的玩偶 而她的丈夫也同样热情地送了她口口的谈家 从表面上看居民们的生活都幸福安逸 但作为旁观者的游地员则知晓镇上所有居民的秘密 诸如谁的老公跑了 谁和谁出轨了 接下来游地员想着正好让男主趁机认识下猎人大叔 就让他独自一个人去送包裹了 等到达猎人大学的小屋 男主大声地打招呼和敲门都没能回应 于是自己透过破损的窗户打算看看里面是否有人 结果被窗户内挂着的男头给吓了一大跳 然后等到自己一转身 就被突然出现了猎人大叔持枪威胁 要他离开这房屋 男主表示自己只是履行自觉的职责 毕竟领导写信让自己来处理问题 但无奈猎人大叔态度十分的强硬 直接将男主给吓跑了 而在门口处等待的游地员 茂斯早就了解到这些情况 于是为了弥补男主的惊吓 就带着他来到了娱乐室放松 两人玩起了用斧头准备的游戏 在交谈中 两人还发现竟然有高度一致的兴趣爱好 连喜欢的小说都一样 不过就当两人请郑荣药亲亲时 男主接到了来自姐姐的电话 游地员生气的走掉了 毕竟这种情况谁的电话也不能接啊 等到夜里狂风大作 屈膝太太让姐的爱拳出去尿尿时 突然听到了屋外的异响 就连拉着的狗绳都断了 而等到屈膝太太拿着手电筒查看时 却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得尖叫了起来 等到了第二天 屈膝带着爱拳的尸体来找男主 希望他能够帮忙找到所谓的怪物 星光上任的男主立马抽动 他发现小镇的垃圾桶 电箱都被不知名的东西给抓烂了 并且顺着痕迹 竟然还在屈膝下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说实话这轻轻烂不仅把男主给吓到 也把我给吓到了 男主立马回到了酒店 将所知晓的情况告知居民们 但没有想到尸体将是金发大姐的丈夫 毕竟谣言他招禁出轨离开的小镇 并且死者明显生前遭到的袭击 不然不会被撕裂成这个鬼样子 此时居民们也都开始捆化了起来 其中博士开始着手研究样本 试图找出这种怪物 而男主和游地员则出发去森林寻找线索 但任凭两人的力量还是很难搞定 于是他俩想到了猎人大叔 这能高马大的猎人 没准能够抓到怪物 但搞笑的是在教堂中 游地员却在猎人大叔的家里发现了狗狗的项圈 再加上屋子里面有许多洞的皮毛 这一联想可把男主和游地员给吓得不轻 立马找借口叫逃离 两人在慌乱之中 甚至连门锁都没有打开 就想破门而出 不过违抗这个憨憨的猎人大叔 很有可能并不是凶手 不过刚刚发生的事情 把两人给吓坏了 立马跑回到酒店和大家会合 等回到酒店 两人将在猎人大叔家中看到的说得出来 立马引发了居民们的混乱 而可怜的金发大姐 自从看到丈夫的尸体后 就一直郁郁寡欢 还对着合照哭泣 不过好消息来了 在博士的调查下 他发现这次袭击并不是由人类造成的 而是犬后动物 具体是哪种 暂时还无法确定 到了夜晚 由于小镇莫名甜点 居民们暂时都留在了酒店 毕竟人多比较安全 我男主本来想告知博士 今晚大家的计划 但神秘的博士 却躲在房间里面 说要继续搞研究 但是你这脸上的表情 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到了深夜 大家都入睡时 吹息夫妻的房门突然打开了 并且被麻烦的意想给进行了 等到两人进行后查看 竟然发现好友小胖被拖走了 而小胖发出了巨大的求救声 也吵醒了其他的居民 全员立刻出动 其中卷发姐对着挂 猛开两枪吓扑了他 只是可怜的小胖左手 已经被怪物给啃的不成样子 更常的是 在全发姐胡乱扫射中 也同样击中了小胖 这大概是怪物没有干掉 自己都被同伴给KO了 而博士此时也出现了 他发现小胖的身上 和其他伤害者一样 都有怪物遗留的麻烦 等他回到房间整理资料时 突然向着魔似的立马 将门给防守 并准备好手枪 像是随时要战斗的模样 而小胖他们以为 博士发现了啥 立马敲门询问 结果没有想到 博士直接对着他们开枪 把门都打穿了 并警告到任何人 都不要靠近他的房间 还说到凶手会变换成男人 而嫌疑犯就是他们这那一个 真的是越来越古怪 而此时的男主想到了 房间有后门 就派帕克大叔从后门查看 没有想到 两人在屋内发生了枪杖 等到门打开后 帕克大叔说 博士已经自我了断了 留下重了一脸闷圈 这是什么鬼 最初我觉得嫌疑最大的博士 也不是真凶 难不成他还是被吓死的 于是圣侠的居民 在大厅内整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家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都拿起了枪 想要保护自身安全 毕竟现在大家都认同博士的话 任何人都有嫌疑 于是男主提议 将每个人的枪制都锁起来 包括自己的 助人同意后 就将手枪锁在了房内 而男主也将房间钥匙丢出了窗外 此时断捨的小胖开始发狂 说到他是男人 大家只觉得小胖是因为受伤 神志不清 而一些人也开始推测 谁有最大的动机 然后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嫌疑和动机 每个人都有各自合理的推断 结果就差点打了起来 好在男主用他忘情的演讲 制止了居民们的互相拆记 居民们也决定不在酒店继续待着 而是回到各自的家中 而留在酒店的男主和金发大姐 因为帕克大叔房间一想前来查看 结果游地员却意外看见了桌上的报纸 报纸的内容则是男主之前所处的城市凶杀案 而此时男主也从帕克大叔的抽屉里面拿出了匕首 这可把我给吓坏 我还以为反转是男主挥施凶手 好像也并不是 而是男主发现了这把张满鲜血的匕首 有着柴油的味道 于是两人赶紧打开地图 发现地图上有着标记的痕迹 看来帕克大叔有很大的嫌疑 果然另外一边在回家路上的两位居民 娘娘强和她的老公就遭到了袭击 只不过更让我惊奇的是 这次发动袭击的竟然不是帕克大叔 而是看似揉露的屈膝 不过娘娘强跑得比较快逃回了酒店 而她的老公就惨了 在酒店的男主和游地员也遇到了他们的怀疑对象 帕克大叔 此时他已经全副武装 不过他只是为了寻找真正的男人 并没有杀星 而居民杰扣此时也开始发疯 给自己的手装备成了男人的模样 这可把男主一型人给吓死了 不过神神叨叨的杰克倒是自己走出了酒店 结果没有想到在大路上又被另外一个人给误伤 直接被车给撞倒在地 然后此时的缺席直接当着一型人的面 将司机给爆头了 紧接着就用枪将一型人逼到房间内 说到他们不属于这个小镇 整个人处于疯癫之中 不过还没有等缺席发起下一轮进攻 就被娘娘枪一杆子给打晕 摔倒后直接再入到火盆之中 好吧 这已经从一部惊悚玄疑片变成一部喜剧片 但我依旧不知道真正的幕后凶手是谁 谁又是那可怕的怪物 就当娘娘枪和男主游地员打算逃走时 发现帕克大叔在今等在门口 而娘娘枪此时换了就打算绑架他的怀疑对象游地员 结果直接被帕克给射中 游地员也被帕克给拖走 但奇怪的是 帕克此时说到这些都是男主做的 包括发现尸体以及那把占有血击的刀 而男主则表示 对方走火入魔了开始胡说八道 游地员表示自己不知道该相信谁 帕克就和男主扭打了起来 好在娘娘枪最后关键时刻给了帕克一枪 但男主的腹部也受伤了 就当游地员跑去给男主拿起救枪时 男主意外的发现了一间储物室 正是游地员的工作室 此时的男主才发现真正的怪物就是游地员 游地员告诉了男主自己杀人的理由 比如干掉金发大姐的老公 原因是正常不能够存在两个游地员 而咬断小胖的手正是因为之前小胖猥琐的碰到了自己 男主由于发现了游地员的秘密 自然也是躲不过这一截 于是接下来游地员就变异了 趴在地上瞬间变成了男人 好在关键时刻猎人大叔出现了 但此时的游地员已经无能可敌 直接将大叔举起来丢到了一边 男主见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挂舞奋力一搏 好在自己一棍子戳中了游地员 正当男主和猎人大叔打算清主时 游地员突然满血复活正打算一跃攻击两人 就在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酒店老板娘金发大姐 她一剑射中了游地员 这次总算是干掉了这个挂舞 三人成功存活 在这个小镇中看似最没有嫌疑的 却恰恰正是男人 互相猜忌并且一步步发掘真相 一开始我把这部电影当成恐怖片看 后来发现秋天喜剧的城邦 但说实话确实没有猜到真凶是谁 不看到最后一刻也很容易猜错 毕竟最后的每个防转都挺精彩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